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立刻扭转下一世命运 请听 圣曼夫人是舍卫国伯斯逆王之女 也是于舍国的王妃 圣曼夫人地位尊贵 但面貌却长得不太好看 她心里常常因此生起疑惑 有一次 当释迦摩尼佛在舍卫国底缘金社的时候 她来到佛前顶礼佛陀之后 很恭敬地向佛陀提出几个问题 世尊 为什么有些女人面貌丑陋 体态粗略 望之可步 而且贫苦卑贱 为什么有些女人面貌丑陋 体态粗略 望之可步 但是大富大贵 为什么有些女人长得美丽出众 却很贫苦 出身卑贱 为什么有些女人长得美丽端庄 清秀可敬 有才有福 身世高贵 佛陀开始说 圣曼 女人面容丑陋 体态粗略 望之可步 而且贫苦卑贱 是由于过去世 性情暴躁 容易发怒 有人说她不是 她就心怀怨恨 气愤憎恶 同时 她也不可以吃的 用的 以及各种财物 或是鲜花之类 故事杀门 婆罗门又性情善度 看见别人得到财物 荣誉 尊重 敬仰 礼遇 崇拜 就生嫉妒 阴记生怒 圣曼 女人面貌丑陋 体态粗略 望之可步 但却大富大贵 是由于过去世 性情暴躁 有人说她不是 她就生气 怨恨 愤怒 憎恶 可是她却常以吃的 喝 用的 即一切财物 建地 或 防射 以及 香花水果等 不时供养 沙门 婆罗门 且又没有 嫉妒之心 看见别人得到财富 荣誉 尊重 敬仰 礼避 崇拜 她能随喜赞叹 圣曼 女人面目娇好 美丽动人 但很贫苦 身世卑微 是由于过去世 性情温柔 有人讲她坏话 也不生气 又能忍让 可是她对 沙门 及 婆罗门 却不肯做任何 供养布施 有性情 善度 看见别人得到财富 荣誉 尊重 敬仰 礼遇 崇拜 她就生 妒忌 肠子 傲慢 胜慢 女人长得端庄 美丽 清秀 品行高洁 多财富 且福德高贵 是由于过去世 性情温柔 又能忍让 人说她非 毫不计较 也不生气 她又能以一切财物 建地 舍宅 香花 水果 饮食 医药 恭敬供养 布施沙门 及婆罗门 并广行善事 对别人 不生 嫉妒之心 言行 谦逊有礼 而且对他人之好 时常 随喜赞叹 圣慢啊 这就是 妇女们 贫富贵贱 和美丑的缘故了 圣慢夫人听了开始 很惭愧 而又欢喜地说道 世尊 我听了你的开示 完全明白 自己长得丑陋 而身世尊贵的原因 好比从黑暗中 得到光明 从荒野中 发现了 康渠大当 这道理 实在太奇妙了 释迦牟尼佛 是这世间最好 最圆满的相貌 楞严经 阿难尊者出家 佛问他 你为什么出家 他看到佛的相貌 太好了 所以出家的 佛也得要 迎合世间人的心理 如果为他自己 大可不必 百节修福 是为度众生的方便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 佛像是最美的 菩萨相美 都是修得的 确实 我们的相貌 会随我们修行的功夫转变 你真正有修行 修个三五年之后 你拿没有修行之前照片 对照一下 不一样 你功夫越深 相貌也越好 你这修行功夫 骗不了人 一看就晓得 相的确是随心转 心清静 身就清静 相就清静 心慈悲 相就慈悲 你举止 言语 通通都慈悲 你们的身体的庄严 相貌的端好 都操纵在自己手上 就看你怎么修 真正修行人 时间欲久 他确实显出来 跟我们一般人 完全不一样 古人说 四十岁以后 相貌要自己负责任 四十岁之前 是神识投胎来的时候 你所取的相 为什么儿女相父母 他看到父母那个相 欢喜那个相 他的相就变成 跟那个相相似 这个不是遗传 是投胎时候 一刹那当中 取的相 取的这个相 这是先天的 但是后天相貌 会随着你一生的 心形改变 如果一生心地 非常善良 待人忠厚 成年之后 三十至四十岁 他就是忠厚老成之相 这相貌就变了 四十岁的时候 相貌定型了 不太容易改变 这时相貌 要自己负责任 你心善 非常慈悲 就显善良的相 你心胸显恶 那个相 叫人一看就害怕 就是个恶相 有些人相貌 很丑陋 自己都不愿意看 一照镜子就觉得 哇 这么难看哪 天哪 自己对自己特别失望 甚至吓了一跳 当然 亲朋好友等 也不会喜欢 还会经常受到侮辱 欺负等 若前世造了恶业 当恶业利润 轮到自己头上 即使自己不喜欢 也不得不承认 因为业力 已经成熟 不过 现在很多人都采取 整容的方式 来改变相貌 尤其热衷 以旅游的方式 去韩国整容 返回时 海关人员 都不敢相信是本人 听说在韩国 大多数父母 都会为孩子 留下整容费 到18岁时 就让他们去整容 当然 整容对身体危害 非常大 效果如何 也与业力有关 好人 好自己 坏人 坏自己 我国民间因果属于 因为 那些表面上 看上去 老是会吃亏 但发心 和心眼 都不坏的人 人家到头来 其实各方面 都是挺好的 都不错的呢 相反 那些一天到晚 表面上看去 好像各方面 都很聪明 老是自己 玩自己的脑袋 经常会生些坏心眼 干 损人不利己 损人利己的 自私自利之人 到头来 人们会发现 他们不是这病 就是那样 有些还不得善终的 社会现象 宇宙第一因果 和因果律 是说的 这个世界和宇宙 在实相上 是一个人 一个众生 一心可以变现 十法界 三界为心 一切为实的 佛法教证 告诫我们 我们发的是 什么样子的心 最终就会得到 什么样子的果 所谓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是也 因果和因果律 丝毫不爽 一切以我们人的发心 而不是我们的脑袋 到底有多么的聪明 为标准来说是 能够利他 和发心利他的 就是善的发心 凡是在发心和做事上 有利于别人 社会 社区和人类 乃至于一切众生 以及生存和生活环境的 都是好的 和善的发心 反之 就是贪嗔吃 等的恶的发心了 沿着利他和发心利他的 这种道上的理 走下去 就是所谓的修行了 发心向善 修法求道之人 知行者 不仅可以在实相上 得到现世中的天人福报 而且还可以 在近未来记的 多生累劫中 始终令自己受益 以至于最终成就自己的 正辩之 无上正等正觉 反之 生恶心 干损人不利己 损人利己的 自私自利之人 不仅此生 就会烦恼 痛苦不断 不堪 而且以后 更会 堕入三恶道中 去受生 小的这个道理 希望自己相貌能好一点 那么 你的心也好一点 美一点 相貌自然就美好 心地清静 自然就健康长寿 这是一定的道理 福报 代表这一生当中的经济环境 有福报的人 做任何事情都很顺利 没有福德 做任何事都会遇到困境 经常是一筹莫展 所以福报的熏修很重要 我国有句俗话 大树底下好遮阳 一棵树叶茂密 树荫愈大 就愈能容纳许多人 在树下乘凉 避荫 相对的 如果大树没有了 众人也就失去了庇护 就家庭而言 家长没有福报 家庭就很苦 小孩要念书 做任何事都很艰难 公司也一样 公司的负责人 没有福德姻缘 这个公司就很难发展 员工也很苦 相反的 如果负责人有福 就能庇护众多的员工 福报大 所辟音的人就更多 我们常说 福禄寿三星高照 禄就是官位 爵位 职位 有官位的人 就称为有禄位 职势便是一种禄位 福是生活的经济能力 生活所享用的种种都是福报 瘦 瘦命要长远 身体要健康 这就属于瘦 福禄寿齐全 能有这三样 就很欢喜了 现代的人觉得福禄寿还不够 还要加一个喜 要多生贵子才是喜 都是在欢喜当中也是喜 能双喜临门 就更喜 而这些都要靠我们平常努力 因为这是一种果报 人人都欢喜这种果报 可是多数人只知道在果上去祈求 而不知道在因中去努力 修善要在平时 比如对父母尽孝 对师长恭敬 对国家尽忠 忠于世 忠于人 时时刻刻以慈悲心 平等心 来做事做人 这就是大的福报 夫妻之间相互容忍 也是福德 修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修 有钱行善是很大的人间福报 没有钱就用我们的劳力 智慧付出 别人做的善事 要给予赞叹 不嫉妒 不欠贪 如此也有很大的福德 人的福报非常重要 有福报的人不会短命 也不会遭难 如报纸上曾刊登 在一次大型空难前 有一个人本要搭乘这班飞机 但是他的名字排不上去 这个人再去争取坐这班飞机 结果航空公司安排他 坐另外的小飞机到目的地 当时这个人心里觉得不舒服 但只能无奈接受 不久后传出空难的消息 他才知道自己很幸运 没有搭上这班死亡的飞机 一般人会认为这是巧合 其实在佛法来讲 这个世界上的点点滴滴 所有一切都在因缘果报中 以此道理慢慢去观察 会发现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比如说佛有三十二相 佛陀的相好 是过去修缮吉福成就的果报 一般人只要有其中一相 福德因缘一定非常具足 佛的鼻相庄严 鼻高且直 有许多人为了让自己的鼻子高挺 去开刀动手术 去拢鼻 虽然也鼻相庄严 可是那是人为的 不是修缮修出来的 也有人喜欢割双眼皮 整容 用种种人为的方法改变外观 但因为不是自然福德成就的 就有许多副作用 一般人重视相貌 只图表面好看 仔细观察 有些人相貌很好 这一生却不一定有福报 烦恼也很多 这是因为心中没有善法 平时未能广修福慧 即使相貌美好 也没有福报可以享用 所以人必须修善 才能改变命运 佛法里面讲三世源 第一是修福 第二是降福 第三是堕落 这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的 尤其现在这时代 天灾人祸天天都有 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修学 一定要勇猛 静静 断恶要快 修善要积极 刻不容缓 人能知善 但知不一定去做 知与行之间可以统一 也可以分裂 只有能知善 又能行善 才算真正有德 所以积功累德 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 修德主要靠实践 通过实践前面提到的各种行善的准则 逐渐体悟其中的真谛 慢慢积累 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这里有一个善报的故事 清朝聪明地方 有位叫黄勇爵的人 有位相使曾替他算命 说他只能活到六十岁 后来南洋有一条船遇到了大风 船翻了 黄勇爵就急忙地拿出十两黄金 坐船前往搭救 总共救活了十三条的人命 后来又遇到那位相使 这是相使看到黄勇爵 非常惊讶地说 黄先生 你满脸的阴志文 一定是急了大德 做了大好事 你不但会有儿子 而且你的儿子还会考上功名 你也会活到高寿啊 后来黄勇爵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叫黄振凤 考中了康熙几末年会事的榜首 黄勇爵也活到了九十几岁 而且得到善终 由此可知 天道是如何的真实可信 人为什么不肯去恶为善呢 人生除了修福 还要修智慧 有福报 有财富 如果不知妥善运用 花天酒地吃喝玩乐 造作恶业 虽然有钱 反而容易招致堕落 社会上有些宠物 主人每天抱着他 替他打扮 送他到美容院 生活得比一般人还优越 但是 终究还是畜生到的众生 虽然前世修福报 却没有智慧辨别是非 因此造作恶业而堕落 所以 修福还要修慧 有智慧才能妥善运用福报 增长福德 避免堕落 心中有贪心 称心吃心的烦恼 就是陈垢 因为贪财 贪色 贪吃 贪睡 贪明 使这些贪心蒙尘 本具的智慧便无法彰显 不贪 并非什么都不要 而是取用本分该得的 譬如每月的薪水 是辛苦努力所得 属于分内之财 便不是贪 相反的 巧取豪夺分外之财 就是贪 这种钱即使得到了 将来也会从其他地方失去 因果通三世 过去因 现在果 现在因 未来果 想要富贵 功名利路 一定要从因上去努力 因 没有别的 就是 惜福 修福 人必须要有福报 有福德的人 赚来的钱 什么人也偷不走 没有福德 即使很会赚钱 什么也保不住 人的福德不同 看到外面的境界也不一样 古德也讲 运去金成铁 时来铁四金 十金因缘具足 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帆风顺 十金因缘过去了 做任何事情都不顺利 因此平时 要广修福德于智慧 福慧 具足 做任何事情 都容易成就 我们这一生 在世间 要把生死大事 看作第一状大事 什么事情耽误 无所谓 生死大事 这事情 延缓不得 这一生 你要不赶快去做 来世 你还在六道轮回 那就糟了 这一轮回 就退转了 成功掌握在自己手中 失败也掌握在自己手中 佛法中提到 成菩萨 成魔是自己 生净土到地狱 也是自己 都是我们这一念 心使然 体悟到这一念心 时时安住在正念 善念中 就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依此而行 人生会越来越有福报与智慧 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 所谓水能载舟 也能富舟 虽是指我们这念心 在这个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 是彼此依靠的关系 即互助合作来达到富贵 成就姻缘 所以彼此要知恩 感恩 报恩 现代人有些观念错误 为了追求功力 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 打击 自私自利 彼此障碍阻挠 因此引发许多纠纷 危难 这就是水能富舟 我们把观念建立在 相互依存 相互帮助 成就彼此的事业 这就是水能载舟 有了正确的观念 人生就会充满希望 越走越光明 到哪里都能吉祥平安 诗经大雅 文王 无念而足 欲修绝德 勇言佩命 自求多福 命之不易 无言而公 宣兆异问 有余因自天 感念祖先的恩德 修养好自身的德行 长久地顺应天命 凭借自身的能力 去获取属于自己的福气 天命并不是不会改变 只要人自身没有放弃 没有失去希望 坚持 吉德行善 做事符合老天的规律 自然就能收获命中的福报了 诗经所表达的意思 只有一个 人之福获 都跟自己的选择有关 自己是什么人 就做什么事 承受什么结果 拥有什么福报 到底是吃苦还是享福 表面上看 是老天注定的 可从实际的情况来说 老天并没有注定什么 他多半只能决定 最后的结果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活成什么样子 就得看自己了 所谓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就是这个道理 人这一生的福获 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看小孩子 我们要看他们的眼睛 看中年人 我们要看他们的中气 而看老年人 我们要看他们的嘴巴 这样基本就能反映每一个人 此生的遭遇了 一 年少看眼 人之年龄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个孩子 灵不灵力 反映够不够快 到底要看什么地方呢 最直接的 便是看眼睛 因为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 他的那些 有什么样的想法 究竟纯不纯粹 都能从眼睛当中 显露出来 有的孩子眼睛特别灵活 只要一想到一个主意 就动来动去 像这样的孩子 多半外向 而不太内向 眼睛灵动 便是性格敏锐 和头脑灵活的意思 反之 有的孩子眼睛比较呆滞 别人说什么 他都不为所动 甚至没啥反应 像这样的孩子 性格多半内向 而且灵敏度不够 反应也会慢人一拍 眼睛的灵动与否 为什么会影响到 一个人的做事效率呢 首先 眼睛是五官当中最灵活的 微表情最多的 其次 眼睛所映射的是 一个人真实的一面 试想 如果人不恐惧 会不停地眨眼吗 如果人足够灵活 又怎么会眼神呆滞呢 性格和做事的效率 都间接地从眼睛当中 显露出来 有心理学家说过 孩子从小所擅长的 所养成的性格 所喜好的东西 哪怕到了三四十岁 也不会有所改变 所以说 眼睛便是无数人一生的写照 二 中年看气 有一位国学大师认为 中年 以养气修集 什么是养气呢 就是调养自己的气息 涵养自己的精气神 精气神不错 便是人有大福气 而精气神衰退 便是人有大霉运 精气神比较足的中年人 多半有这三个特点 首先就是走路很稳 不会摇摇晃晃 其次就是头脑清醒 不会迷迷糊糊 第三 气息平顺 无大病缠身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中年过不了四十九岁 不是因为没钱 而是因为没气 一个人身体的气不足了 说话和做事都有气无力 那他不就离归去很近了吗 一个中年人混得好不好 不需要问他赚了多少钱 只需要听他说话 看他走路 那就足够了 那些说话中气特别足的人 不仅自信 而且身体辈儿棒 什么是中气 就是丹田之气 你从丹田当中 运上来的气 如果足够顺畅 基本没有疾病缠身 要知道 气可修身 气可养神 气也可保平安 有道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旦无常 万事修 这三寸气 依旧流动 那我们什么事 都能干得成 而这三寸气不再流动 基本就等于无常 将至 三 老年看嘴 人到晚年 要想看一个人 有没有福气 到底从哪个部位去看呢 就是嘴巴 嘴巴是很直接的 你身体好 心情好 胃口好 自然就想多吃一点 嘴巴也比较勤奋 而你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嘴巴自然就不想张开了 老人家经常说 人啊 能够吃得舒服 睡得安心 吃喝拉撒都顺畅 就幸福了 这吃喝拉撒的顺畅 都跟嘴巴有关 吃什么 喝什么 都需要从嘴巴 送到胃里面去 没有嘴巴这个起点 就不会有后续的进程 与其说 晚年看嘴 不如说 晚年看是否有胃口 吃得舒服 这一切的背后 所牵连的 就是人之身体 是否健康 以及人之心态 是否乐观 嘴巴那是可以看出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 就像那些 卧病在床的老人 连吃东西都没有胃口 那他们的生活质量 又怎么可能高呢 就像那些 整日忧愁的老人 连吃东西都抗拒 不就说明 日子不好过了吗 吃东西看似 是很常见的事 实际上 是生理和心理的 直接反应 只愿每个人都有好胃口 吃得好 睡得好 余生无忧 一切皆好 为什么说 人之福祸 跟身体有关呢 首先 整个身体 都受到内心的影响 其次 内心跟人之性格有关 第三 性格决定了 人们的命运 所谓 相随心声 言随心表 一个人的相貌 其实跟他的内心 息息相关 一个人的言行 往往体现了他的心声 可以说 相貌也好 言行也罢 都展现出这个人 最为真实的姿态 这里谈到相貌 并非是人之面孔的美丑 也并非是皮肤的黑白 而是指一个人整体的状态 就拿一个气宇轩昂的人来说 他的相貌有两个特点 第一点 气宇轩昂的人 往往特别自信 言行举止中 透露着一股英气 第二点 气宇轩昂的人 会给人一种震撼的气场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长得很大气 但没有英气和震撼他人的气场 这是花瓶 有着英气和震撼他人的气场 不论它长成什么样子 都会让人心生敬佩 一个人最好的 最有福气的相貌 恰恰是丰满 丰满二字 往往是一个人福气满满的体现 人之整体要丰满 古人说过 端庄而威严者 丰也 仪表堂堂而形式正派者 满也 其实 所谓的丰满 就是指一个人的姿态 比较端正 且有威严 做起事来 也比较有条理 滴水不漏 人之生活习惯要丰满 真正的丰满 是心胸的宽广 首先 要有规律的生活 该运动就运动 该吃饭就吃饭 该早睡早起 就早睡早起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作息混乱 其次 保持心态的健康 永远都向阳而生 所谓心宽体胖 容纳这些世间的 不公的 不幸的 不满的 不甘的一切 如此 我们还能没有福气吗 人一旦有福气 那他绝对 喜笑颜开 如朝阳般 绚烂一生 往后余生 不妨完善个人的性格 尽力涵养个人的气度 也许 性格变了 气度变了 内心变了 整个人的命运 也就变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